我剛才提到冷戰結束以後 歷史終結 那是一個大片 我們過來了 那麼這一場 就說中美走到了對抗的前沿 我們能避免戰爭嗎 因為我覺得 戰爭是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說你只要不打仗 其他都有操作空間 和平是現在最大的任務 而且是人類共同的話題 因為教訓就是前面的兩次世界大戰